大家好 这里有人看的说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蛋白粉系列话题中的烙蛋白粉 烙蛋白粉的关注度远不及乳清蛋白粉 但是烙蛋白粉比乳清蛋白粉有一个超级优势 根据猜测点 如果和乳清蛋白粉组合起来食用 就可以全方位避免负担状态 并且为进行有氧运动的人 提供一个特殊的补充时机节点 好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我将通过和乳清蛋白比较的方式介绍烙蛋白 这样做可以帮助大家复习一下乳清蛋白 同时也便于在你将来选择时 头脑更加清晰 烙蛋白也是从牛奶中汲取的蛋白质 我们知道在牛奶的组成中 13%是乳固体 而在这些乳固体中 27%是乳蛋白质 乳蛋白质中 80%是烙蛋白 20%是乳清蛋白 这意味着烙蛋白在牛奶中的含量为2.8% 也就是一升的牛奶中含有28克烙蛋白 与乳清蛋白相比 烙蛋白的含量要更多 烙蛋白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和乳清蛋白一样 它的氨基酸组成丰富 它含有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须乳基酸和脂炼基酸 除此以外 它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含有大量的骨氨酸 骨氨酸参与三缩酸循环 在肌肉功能系统的视频中 我讲过三缩酸循环是有氧运动的主要能量来源 骨氨酸的这个过程中提供额外的能量支持 减少疲劳感 从而支持身体在运动过程中的能量代谢 而且骨氨酸为肌肉的恢复和生长过程 提供了蛋和碳骨价 促进更多的康复和恢复 合成新的蛋白质 同时骨氨酸可以帮助清除自由基 减少运动后的肌肉酸痛 抵抗炎症状态 增加耐力和持久力 烙蛋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它含有丰富的烙氨酸 烙氨酸是一种非必须氨基酸 可以帮助提高睡眠质量 支持肠道健康 有助于调节血糖和胆固醇水平 不过烙蛋白的生物价是77到80 鉴于肉蛋白和鱼蛋白之间 这比乳氢蛋白要低不少呢 烙蛋白生物价值低的主要原因 来自于分子质量大 它的分子质量约为 2万到3万大吨 这比乳氢蛋白分子质量大很多 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 一般需要3至4个小时 甚至6个小时 才能被完全消化 当然快有快的优势 慢有慢的好处 烙蛋白可以在摄入几个小时之内 持续释放胺基酸 使人体可以长时间处于正氮平衡状态 虽然血中氮的浓度不算高 但是可以避免负氮状态 烙蛋白是一种大型坚硬致命 极难消化分解的凝乳 它属于一种慢蛋白 大家可以想象 吃或切奶酪的感觉就可以理解 所以将烙蛋白做成蛋白粉 既可以保持优质蛋白的分子结构 又可以增加分子之间的间隙 烙蛋白粉的制作过程 和乳清蛋白粉相似 首先从凝乳中分离出烙蛋白 通过酸化或加热的方式 使烙蛋白凝固 接下来使用过滤和离心的方法 将凝固的烙蛋白和乳清蛋白分离 然后将凝固的烙蛋白 过滤和洗涤 去除其中的乳糖和其他不需要的物质 最后经过浓缩、干燥、粉碎等步骤 制成烙蛋白粉 烙蛋白粉的口感相对比较浓稠 不像乳清蛋白那样容易溶解 烙蛋白的生物利用率也很高 通常在90%以上 这意味着当你摄入烙蛋白时 你的身体可以吸收利用绝大部分蛋白质 因此高质量、慢释放、高利用率 是烙蛋白的三大特点 通过烙蛋白的特点 我想大家就知道了 烙蛋白的使用时间 最完美是在临睡前 有一个观点 70%的肌肉生长都发生在睡眠阶段 肌肉生长涉及到蛋白质的合成 和组织修复的过程 这些过程在睡眠期间最为活跃 睡眠中人体会释放生长激素 深度睡眠后期人体会释放早酮 这两种激素对于肌肉的生长和修复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 睡眠还有助于恢复肌肉的能量储备 这个增加肌肉的好机会不能错过 但是如果睡前使用自然的蛋白质食物 利用肉类 肉类的脂肪亦造成热量超标的问题 同时在睡前使用不好消化的食物 睡眠质量也会下降 如果喝乳清蛋白粉 睡眠的前两个小时就会被使用掉 所以说睡前喝烙蛋白粉是完美的选择 第二个补充时机是有氧运动人群 在进行长时间有氧运动之前 一至两个小时 经常观看我视频的老铁们都知道 在有氧运动中 氨基酸的代谢量最高 如果在有氧运动之前 补充自然的蛋白质食物 运动中身体和肠胃都会感觉到不适 而喝乳清蛋白粉一个小时不大 补充的所有氨基酸都会被代谢掉 什么蛋白质都不补充 身体很快进入负担状态 那么烙蛋白粉就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既补充了蛋白质又不会造成肠胃负担 同时缓势消化 让身体尽可能尝的处于正蛋平衡状态 还可以为身体解决一些水分问题 当然如果你是去旅行郊游 或者长时间的体力劳动等等 之前也建议喝一些烙蛋白粉 第三个补充时机是你预见到 长时间无法进行营养补充时 也可以提前喝一些烙蛋白粉 我以前在拍摄电视节目 进视网棚拍摄或者录像 或是给学生上大课之前 会考虑喝一些烙蛋白粉 以保证身体处于正蛋平衡状态 大家可以根据自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找到适合自我的补充时机 烙蛋白和乳清蛋白 它们一个是慢蛋白 一个是快蛋白 所以它们的补充时机相反 可以互补安排 因此食用烙蛋白粉 可以和自然食物一起食用 但是不要选择在你急需蛋白质的时候 例如在常规的60分钟训练前 或者训练后 你应该不会选择在训练中补充 在冲调方法方面 请观看乳清蛋白粉的食用方法 它们是相同的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烙蛋白粉作为一种蛋白质补充剂 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 特别是古氨酸和烙氨酸 烙蛋白粉慢释放的特点 使它成为睡前蛋白质补充的理想选择 有助于提供持续的氨基酸供应 维持正蛋平衡 并支持肌肉的恢复和生长 对于进行长时间有氧运动的人群 运动前一至两个小时 补充烙蛋白粉 可以提供充足的氨基酸 避免负担状态发生 烙蛋白粉还可以在不方便进行 营养补充的情况下 提前摄取 以维持身体的正蛋平衡状态 烙蛋白粉和乳清蛋白粉 是一对互补的兄弟 它们的补充时机是相反的 但是冲调的方法是相同的 在后面的视频中 我将会给大家介绍植物蛋白粉 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